此六度 那菩萨 究竟自他经历之大行 能到涅槃彼岸 菩萨自行此法 亦以此教导利益众生 故虚云 教化安利众生 我们把底下这一句言念下去 慧苏 慧苏深月 一道 受他为教 转握成善为话 引导众生 安住正道 建立大心 故云安利 我们就念到此地 六波罗密 六个修学的纲领 使一切菩萨 自己修行的 科目 依照这个科目修 同时 也以这六个科目 教导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 六度执行 教化安利众生 六度 前面讲了很多 后面还有很多地方都提到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重新 简单的温习一下 确实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这是菩萨心 最重要的核心 我们没做到 古人说 读书千遍 其以自己 我们读书 听闻 肯定没有到一千遍 一千遍 也不算多 这个是 佛法里面所说的 常识 熏修 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六度 第一个是 不识 这经文上很清楚的 很以不识 不识 有三大类 有才不识 有法不识 又无为不识 财不识 的财富 财富可以 滋养我们的生命 也就是肉体的利益 发布式的智慧 智慧能养我们的慧命 让我们鸣心坚信 换一句话说 这是精神上的利益 无为不识 是善法 是好事 对待一切众生 众生有苦难的时候 尽心尽力去帮助他 让他离开恐怖 平安度过 艰难 这一类呢 都是说于无为不识 特别是 人在临终之前 所感受到的病苦 如果我们能帮助他 把他的病苦减轻 让他感觉到快乐 感到安慰 感到有人照顾 这是他离开恐怖了 这一类 无为不识 非常重要 这三双四 果报 三个果报 世界人 没有不希望得到的 希望是希望 不见得你能得到 这是八苦里面 求不得苦 我想求财富 想求聪明智慧 想求健康长生 想求到老的时候 有很多年轻人照顾 这大佛报啊 佛报从哪来的 从修来的 主要知道 佛报是果 果必有因 我们没有修因 哪来的果报 古时候出家人 一如佛门 提度了 首先就是叫你修佛 为什么 佛法里都常说 法能未转 事能先 如果你 生活都有困难 三参不及 明天住在哪里 不知道 你还有心 学到吗 我们的同学 有佛报 舍方善有护士 这些你们都不用操心 这是多大的佛报 你们佛报比我大多了 我可以说在七十年之前 到七十岁 七十多岁以后 才有个小道场 七十岁之前 我不知道明天在什么地方 人身一心 无依无口 早年 算是很幸运 有缘遇到韩馆长 我们在台北建立一个图书馆 华藏图书馆 他担任馆长 同理大众 我们相依为命 三十年 他走了 我们又要开始流浪了 早年 早年流浪 他收留了 我住在他家里 他们一家人 对我很厚道 可是我们自己 心病不安 念头 只是想到今天 不敢想明天 明天人家不高兴 叫我们走 那就都走了我 好在他照顾我三十年 才有今天的成就 他过世之后 我们又开始流浪 在新加坡居住的时间最长 三年半 到这地方来 到这个地方来 政府 给我们优厚的条件 允许我们在此地建造场 这个是西游难逢的因缘 我们到常在这里建立了十年 赵黎舍 是你 儒家讲法 七年小臣 九年大臣 小臣是君子 大臣是神贤 在佛法里面 小臣是这三位 确实真正用功 平常人 普通人 三四年就得三位了 六七年 开悟的人就有了 十年 我们相信 开悟的人不少 但是 我们疏忽了 没有能够 移交奉行 把光阴耽误掉了 十年 十年 空过了 心 没有的 亲近 身体健康 不如十年前 身体健康 杂念妄想 不但没有减少 可能还是增加 我们也是在修行 也是在修道 修的是六道轮回 不是菩萨意 是凡夫意